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 黄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首崔涂这位诗人的作品 那么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24页的最下方 崔涂的孤雁 那么一看这个题目 我们就可以敏锐地发现 这首诗好像是要写一个动物了 这个动物呢不光是大雁 而且还给它带上了一个具体的特征 就是孤雁 换言之呢就是离群的大雁 因此呢这首诗如果从题材类型分 我们可以怎么分啊 应该把它分成是一首脱物颜质的诗歌 之前杜甫呢也曾经写过孤雁这样的诗 不过崔涂的这一首呢也还比较有名啊 在晚堂中算是写得不错的一首作品 那作者为什么要脱物颜质呢 通过描写这个孤雁 他的行为 他的神态 来曲折的寄托 催涂这位诗人 本人的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情绪和感受 或者是说他觉得 我和这个孤雁啊 同病相连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写这个孤雁呢 就仿佛在写我自己一样啊 物我两极的一种写法 那么这首孤雁 咱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整体的文字 然后再来做具体的分析 注意其中的一些读音 孤雁 要注意其中的一些字哈 比如说念耳读和之 这个读在古代就是个入生字 念测生 所以这个读和之并不是三平 然后像目语相呼诗 还有这个未必逢增浊 这个诗字和浊字也都是入生字 所以他在古代的时候都是念测生的 也所以呢 这个五颜律诗的格律 并没有被诗人破坏 只不过是我们今天读他的时候 读音不太一样了而已 然后这个增浊啊 后面的注解我们要看一下 他指的是这个猎人啊 在补大雁的时候 所用的这个剑和这个剑上的这个绳子啊 就是剑上拴了绳子 这样子我射了这个鸟之后 我通过收这个绳子 就可以找到这只鸟落在哪里了 这个这种这个剑啊 专门是用来射那个飞的很高的鸟的 因为像大雁飞的在高空中嘛 所以他落下来的时候 可能落得离这个射箭的人啊 非常的远啊 必须要通过这个丝线来确定 这是我的箭啊 这是我射的雁 不能让别人拿走了 所以就要顺着这个丝线去找这只剑 掉在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增浊啊 就用来指这个猎人对这个大雁的威胁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这个孤雁啊 不光是离群了 而且他的身边啊 还有人在虎视眈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开头啊 几行归赛进 几行就是指这个大雁 本身他应该是在飞的过程中是排成行的 对吧 那作者呢 可能也目睹了天空中飞过一行一行的大雁 最后就剩下了这么孤零零的一只 那归赛进 赛就是指的赛北或者赛外 那为什么向北飞会称为归赛呢 因为崔徒这个诗人啊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他的生平 这个诗人本身他就是长期滞留在南方 那么每年到了春天 大雁是从南向北 对吧 所以诗人看起来大雁在离他自己而去 然后呢 向北边好像是要回到北方 所以这个归赛进 意思是天空中一行又一行的大雁 向着赛北回归 已经都飞进了 飞进之后呢 然后就剩下这么孤零零的一只大雁 于是诗人就向他发出了一个问题 叫念耳独合之 念耳就是想知道你去哪里 或者就是关心你 那这个意思 独合之 那独就点出了这个孤雁的孤 几行和独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合之是道庄 就是知和 知呢古代文言文里头是去和到的意思 所以知和就是去哪 这个作者就在惦记着这只大雁 说你前面的伙伴们都已经飞走了 已经飞进了 早就已经过去了 那你这孤零零的一只 你又要去哪呢 所以这就是引出了这只孤雁 而且是把他离群的情况交代了 然后三四五六写的就是这个孤雁 在飞往这个北方的过程中 遭遇的这个苦难 因为大雁是群居的动物 离群的大雁本身就很值得悲伤 本身他自己就已经很凄惨了 然后他还要经过一些艰难险阻 比如沐雨相呼湿 寒唐欲下池 就这两句是直接来写孤雁的 就是沐雨在夜里头下着雨 迷迷茫茫的看不清 对吧 相呼湿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大雁在哭零零的鸣叫着 鸣叫着去呼唤他的伙伴 可是却找不到他的伙伴 这就是沐雨相呼湿 寒唐欲下池呢 看到底下有一个池塘 我想要在水边栖息一下 但是大雁在水边栖息 他们一起睡觉的时候 群居的大雁呢 是会派一只大雁来放哨的 然后他们轮流放哨 这样其他的伙伴就可以睡一个好觉 就不至于在睡梦中被偷袭 但是呢 这一只大雁 他又想去休息 在休息的时候 他要睡死了 说不定就被其他的天敌给逮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犹豫 所以叫寒唐欲下池 我想要落下来 想要在水边休息 可是又很迟疑 然后又盘旋着 就不敢往下落 就怕自己进了圈套 所以你看这两句写这个孤雁的神态 是写的非常到位的 这两句是正面来写 而五六两句呢 是用这个雁身边的景物 来轰拖着 来侧面写 叫煮云低暗度 煮 就是水中的一些小陆地 然后呢 煮云低暗度 什么意思 在这个水边上 云很低 因为很潮湿 低气压 这个云就压在下面 然后叫低暗度 暗暗的度过了 这些低压的云 和这些水面的陆地 然后观月冷相随 这个城市上空的这个月亮 或者是北边塞外边关的这个月亮 冷冷的伴随着这只大雁 所以这两句是在写周围的环境 侧面红波 在这个煮云低 观月冷 这样的一种环境中 这个大雁在默默的飞着 只有月光伴随着它 你看是不是很孤独呢 而且这个雁不光是孤独 还怎么样 还有猎人在盯着它 所以叫未必逢增拙 不一定会遇到有人想射它 但是你说遇得到遇不到 谁也受虑 未必逢 其实就是未必不逢 不一定遇得到 但也不一定遇不到 所以有可能会被猎人给盯上 然后孤飞 自可疑 最后再点出这个孤雁的身份 它是孤飞的 孤单单的一个人飞 这个可疑就是可以疑惑 可以疑虑 自然会引起疑惑 或者是人的担忧和疑虑之情 那么这种疑虑之情属于谁 属于这个催涂作者本人 那作者为什么特地要写这一只离群的大雁呢 其实在他的心目中 他自己就像这只离群的大雁一样 没有伙伴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 待在一个凄凉寂寞冷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可能还有人在暗中想要对付他 就是这个拿着增着的猎人 可能还在窥死着他 所以你看 这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中 那这种感觉 可能作者自己不能直接的抒发 于是呢 就把他寄托在这一只孤飞的大雁上 大雁遇到的遭遇 就是我在人生中遇到的遭遇 以此来曲折的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典型的托物言志 像之前不久才学过的 李商尹的那一首《禅》 也是类似的这个思路 所以这首托物言志的大雁诗 我们还是有必要去仔细的读一下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首诗歌的内容 孤艳 几行归塞尽 燕耳独合之 目语相呼诗 寒唐欲下持 主云低暗度 观月冷相随 未必逢增着 姑非自可疑 好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发现了 关系 启动 过来 启动 我们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